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丧尸肆虐的惊悚科幻片 《生化危机3》 秘诀 爱丽丝浑身赤裸在一个浴室行来 躲过了保护伞公司的重重机关后 她还是死了 博士命令手下将她埋掉 才发现这个沙漠里有着几十个死亡的克隆爱丽丝 他们都是保护伞公司的试验品 T病毒的传播导致地球上的城市都变成了沙漠 幸存的少数人类只能东躲西藏 和变异丧尸打游击战 保护伞公司要求博士尽快研制出病毒疫苗 因为地下的补给迟早会用光 他们必须返回满是丧尸的地面 原来博士克隆那么多爱丽丝就是为了此事 但是没有本体爱丽丝的血清根本没办法做到 丧尸仍然无法被治愈 因病毒变异成超强人类的爱丽丝 独自在沙漠中生存 在夜晚入睡之后 她竟然无意识地凭借意念 控制了周围的物体 这一波动被博士发现 她很快就利用卫星定位到了爱丽丝的位置 准备派人去把她抓回来 而她的目的不仅是研制疫苗 还想开发爱丽丝型人类武器 另一边在沙漠中的幸存者醒来后 发现周围全是吃了丧尸肉 被感染的乌鸦 乌鸦向他们发起了进攻 就在他们陷入危险的时候 爱丽丝及时出现 用自己的意念改变了火焰的方向 烧死了空中所有的乌鸦 他们从一本无线电记录中发现 有一个地方似乎没有遭到病毒的侵袭 那里可能会有很多幸存者 事不宜迟 众人立刻启程 但是他们的车快没有了 在途经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必须进行补给 加油站却完全被沙漠掩埋 只能一点点把它清理出来 爱丽丝却在这里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突然一个集装箱里 窜出来数不清的丧尸 将幸存者的人群冲散 对他们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爱丽丝由于在上一集被博士改造 突然受到卫星信号的影响死机了 但她如果能这么轻易地被控制 她就不配拥有主角光环 她很快就凭强大的意念 多毁了自己的身体 还把保护伞公司的卫星整坏了 博士也在乱战中被丧尸咬了 匆忙逃回了不远处的地下实验室 经过这一番丧尸大战 幸存者损失惨重 爱丽丝计划帮他们偷走 保护伞公司的直升机 让他们离开这里 去寻找没有被病毒污染的城市 但是保护伞基地被丧尸围得水泄不同 该怎么进去呢 一个被丧尸咬过的小哥走了出来 他开车冲进了丧尸堆 然后引爆了车上的炸弹 为爱丽丝炸出了一条血路 爱丽丝赶紧将幸存者送上飞机离开 自己则前往地下室寻找博士的踪影 没想到博士被咬之后 疯狂给自己注射抗病毒血清 把自己玩成了个怪物 爱丽丝的武器根本没法想她分毫 却意外中将旁边装有 克隆提爱丽丝的盆尤棉打碎了 两个人一路打到了激光切割的房间 克隆提爱丽丝在关键时刻苏醒 开启了激光 直接将博士大闲卡 保护伞公司高层正在开会 爱丽丝的影像突然出现 他准备带着基地里的 无数个克隆好姐妹一起去找他们算账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的电影 下期见了 走吧 感谢观看